这是最强的命运英雄血魔帝 可以吸收对方场上的一只怪兽 获得他的能力并且提升一半攻击 于是二帝果断下链 让血魔老帝发动攻击 直接命中艾德 生命值瞬间降到400 艾德假装很慌 实则是开局所写稳的一匹 二帝眼看艾德还有斗志 那就加大火力 发动魔法卡帝力量 将卡反插进牌组 然后不说效果结束回合 轮到艾德 就在这一瞬间 发动被吸收的教义人效果 准备阶段减少对方一半的生命值 发动上回合的强域之虎 可以抽两张 召唤恶魔人守备表示 接着立马发动其效果 可以将场上的怪兽 送到未来的回合 就在要成功时 锁链突然炸裂 二帝表示怪兽效果 对血魔无效 然后强制结束艾德回合 陷阱卡地喷射 当地力量在卡中上方式 可以从下面抽两张 这一瞬间艾德叫停 他还没忘了发动石中塔 只要狗过两回合 就还有翻盘的希望 不过这时二帝发声 强行开启艾德的回忆杀 配上万年不变的嘴炮 成功动摇了艾德的信念 很好机会来了 魔法卡时间干枯 瞬间冻结了石中塔 玩的就是针对 效果是血魔在尝试冻结任意阶段 而二帝选择的自然是准备阶段 然后大手一回 让血魔立马攻击 艾德眼看不妙 启动陷阱地反击 但还没等说完 效果卡就瞬间炸裂 二帝解释陷阱卡对血魔也没用 并且攻击也要继续 轻松击破恶魔人 艾德不敢相信 这他妙罐兽加魔线都不管用 自家老爹是硬了的赖皮吗 二帝呵呵一笑 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艾德 覆盖两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二帝 就在这一瞬间 艾德仿佛发现了什么 只见二帝果断下恋 让血魔再次开火 可惜有烟啊 艾德身影显现 赖皮瞬间懵了 他在攻击的事偷摸发动了陷阱卡 应该破坏掉了石中塔呀 好吧 是艾德在此之前 就启动了无尽恐惧 加速了石中塔的转动 并且因为刚才的陷阱 破坏掉石中塔 这才让恐惧人 及时出现挡下攻击 不对你赖皮 怪兽效果对血魔没用的 艾德表示不屑 他启动了第二张 陷阱卡强域协定 让二帝先看看自己的卡组 我靠 地力量怎么回到手牌了 原来这个壶 可以让双方玩家抽一张卡 因为只有地力量 在卡中上方式 血魔才能获得无敌效果 这时艾德在发动 恐惧人效果 从目的拉回两只命运怪兽 简单结束回合